我第一次學識馬會 因為我爸爸有一天回來 跟我媽媽說媽媽媽 我入了香港賽馬會 我是會員 他就帶我去 好像在上水學賽馬 去認識馬會 一輩子都沒想過 我從小到大這麼喜愛的一個機構 我能夠有一天 在這裡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我總共在董事局裡面 就十八年 馬會真正是起飛 可以說是2003、2003年 足球博彩合法化 和改稅的制 就看著投注額上去 和增加那個慈善貢獻 從十億開始二十億開始三十億 到現在四十幾億 董事局都認為 除了是被動的捐款 我們可不可以針對性一點 自己做research 一個主動式去捐款 我覺得馬會這個慈善信託 改變策略 是真是能夠盤著我們那個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那個成效得益是很大的 馬會一個慈善機構 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扮演這個角色 是怎樣能夠令到香港的人 改善他們生活的質素 大館是當我們長大的時候 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大館裏面也可以有一些音樂廳 展示廳 這些也可以讓下一代 繼續學會以前的歷史 但也可以推廣一些新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大館是很有意義的 馬會的將來一定是我們年輕的會議 建完這個Clubhouse 我很緊張 我經常都問著你那些人 是甚麼的歲數 我還很開心 但他說 多數都是那些 平時不用那些年輕的會員 多數是那些來用 我說這就達到我們的目的 保持我們的持續性是很重要的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的一部分 很難得國家給我們的信任 重化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希望我們可以真的 幫到國家去發展這個馬的產業 我希望25年後 全世界賽馬頂級賽馬 是哪裏最好的 每個人一說出來就說 香港賽馬會